大家好,我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坦 激男戰役的重要性讓老坦連續講了五集 前一集結尾也提到說 激男戰役中國軍到底有沒有想要來好好的救激男 蔣介石、劉志、杜玉銘他們這些人扮演的角色 跟他們的態度到底又是什麼 這集是不是要來好好捋一捋 激男戰役他的重要性被層層認為 這個是國共軍事裡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轉列點 在他的回憶錄裡面有特別提到 在此之前可以說是勝敗之機尤位大定 也就是還沒有決定 可是國軍如果有努力的機會 還是可以有爭取的可能 在此之後顯然已經江河日下 狂乱季島無可挽回 那也不是只有層層有這樣子的說 我們知道既然戰役他是在9月16日開打 那蔣介石在9月18日的日記裡面非常的懊惱 他說明知共軍一定會攻進 早可準備一切 空運部隊本定於一日開始 也就是9月一日開始 卻是被幕僚還有前方降臨潛艦者扼殺 未能實施 現在機場遭到砲擊 無法空運 這都是我沒有決心 才會誤事致辭 過了幾天他講得更白了 因為連續三天睡不好 8月底已經計劃要空運83屍 卻被參謀總長顧朱瞳等高級幕僚 還有前方的降臨劉志杜玉敏給阻止 說是共軍沒有攻打大城市的企圖 不如多留一個屍在徐州 增強野戰軍的實力 等到真的有要攻打季南的企圖 在空運也不遲 我那個時候呢 雖然想到寧可絕景恐怖戰機 但是最後呢 還是給這些部下動搖了 准許他們慢一點 緩運83屍 現在殷小思大 然後他的結論是 季南市縣呢 對外對內的關係太大 有損政府威信陌盛 政治外交經濟會更為困難 軍事尤其會更為劣勢 所以校長在他自己的日記裡面 檢討了一下 用字潛直說的極其嚴重 對 其實呢 也不是只有國民黨這樣子認為 因為中共方面呢 譬如說像是負責了指揮東兵團 還有西兵團的許室友 在他的回憶錄裡面也說 攻克技能是摧毀蔣介石 固守中原體系的破產 也使得華東還有中原 這兩個野戰軍可以隨時的轉兵南下 把敵軍也就是國軍 在長江以北拒肩 許室友的說法也呼應了這個 陳陳的看法 打完濟南 他就可以把山東的部隊 用在任何的地方 對 大家看濟南戰役 都承認濟南有他的特殊重要性 只是說有一個很廢解的地方 就是套一句蔣介石的話 明知共軍所必來 國軍卻不先做有效的懷育 濟南對國軍的意義重大 王耀武要求蔣介石增兵 國防部還有徐州教總 那時候為什麼又會技術性的拖延 看王耀武在他的回憶錄裡面說的 我們已經被釘死在濟南 這樣說來其實連我都蠻好奇的 國共在山東這個纏鬥了三年多 最後就這樣放生了濟南 蔣介石還特別點名 顧祝彤、劉志、都育民 這是他們共同的判斷 還是就是不約而同 都生出了這種抵制的心態 蔣介石點名三名帳範 這我們用這個詞 沒有那麼的 嚴重 對 沒有那麼嚴重 我們照著他的順序來說 在顧祝彤他晚年出版的 《莫山九十字書》 這本回憶錄裡面有特別提到 濟南戰役 可是只有短短的八行 裡面說 9月中華野集結9個重隊 11萬人開始進化濟南的外圍 徐州教總本來要計劃 以整83市空運 後來因故未果 這只有提四個字 什麼原因呢 他都沒有說 總之呢 濟南這一段 他的交代是非常的有限 會不會是顧祝彤 他不知道說校長其實有點名罵他了 所以他沒有在自己的自傳裡面 稍微替這段歷史上面辯解一下 其實老蔣如果沒有公開罵他 之下一定也會念一念 顧祝彤他個性比較溫和一點 所以他的回憶錄 可能就對這段就算了 有苦難言 不過呢在郭魯貴回憶錄裡面呢 對於濟南的這一段 其實是說的比較詳細一點 郭魯貴說 軍事會議在8月初結束 網耀武報告濟南的局勢 蔣介石呢在8月10日 特別用電話指示 迅速的空運83師19旅 並且加強無畫文的第84師 到了8月25號 蔣介石認為 濟南非常的可律 非常的危險 命令準備以一個師 必要的時候要空運 老蔣呢他在日記裡面 提到說 濟南計畫 他用匪 因為那時候是敵對的狀態嘛 明知匪之必來 且渴望呢 為其全局轉為為安為蘇姬 不料 遼暑呢 與其所不 腐敗拙劣 助之大錯 結果呢 他自己先只是運一個旅 最後再準備一個師 必要的時候才空運 對就是可去可不去 但是要先準備 對 郭魯貴的回憶錄裡面 有特別提到說 那個時候規劃 徐州方面呢 是以杜玉明 還有李明兩個兵團 來監視華野的主力 也就是隨時的待命 至於黃百濤兵團 是用來對付 蘇北一帶的華野 第二還有C12 自己個比較二線的部隊 以大吃小的方式 實施小型的殲滅仗 等到蘇北的共軍差不多了 再把兵力北調 收復沿州 然後呢 他要傳達蔣介石的作戰意圖 所以那個時候 參謀中長顧助統 就命令郭魯貴 在8月25號 飛到靜南 直接跟王耀武說明 所以按照郭魯貴的說法 其實蔣介石也是知道這個計畫跟佈局的 是 所以郭魯貴講 他在靜南對王耀武講 國防部呢 可以在10天之內 空運83師到靜南 但是呢 總統也認為 靜南周圍的帆線呢 長達70幾公里 要收縮帆線 以防有一面被突破了 全盤皆亂 王耀武雖然說是是是 可是呢 又要郭魯貴 到各個政地去視察 要他看看我的碉堡是怎麼樣的兼顧 郭魯貴講說 這些碉堡蓋的太醒目了 死角太大 沒有辦法發揚火力 他還對王耀武的部下說 不相信的話呢 你們去牽起頭羊 進碉堡 打個急炮 測試一下 看看這些羊群呢 是不是會被震暈 還是被震死 之後呢 郭魯貴又飛到青島 再回到了南京 9月1日在國防部 進行了作戰彙報 報告了他所看到的情形 顧助統就決定 命令32師 身邊一個旅 另外把 紀南所需要的彈藥 盡早的空運 所以這國防部的 這一波操作 等於還是要你 紀南方面 自己就地解決 是 那紀南的防禦公式呢 已經被批評為 小人穿大衣 人少碉堡多 在開打之際呢 周遭的防線 已經到達了 七八十公里 這麼長 最缺的就是人 等到開打前半個月 方法呢 就僅僅是 增加一個旅 難怪校長最後會 K這個顧助統 所以我們只能說 那個時候是 明知華野會打勁 可是呢 防範區會場 結束才一個多月 套一句 那個時候 華野六中 副司令 提令軍他的話 華野的一四六中 這三個兄弟 其實都在 玉東會戰裡面 打到償費 必須要征補 所以儘管國軍那個時候 其實也損失慘重 華野其實也一樣 所以我們也不能說 川普總長顧助統 那個時候下的決定是錯誤的 不過呢 就如同顧助統的回憶錄裡面說的 9月中旬呢 華野工程的跡象明顯 既南徐州 南京都緊張的 因為9月14日 王耀武飛到南京求援 蔣介石就命令 立刻空運 那在這個時候 郭乳貴他是怎麼說的 他用誰知兩個字 誰知整八十三世呢 被徐州腳總派到 山東的京香魚台這一帶 蔣介石只好臨時改運 七十四十 把在徐州附近封縣的 七十四十緊急 調回徐州 到了17日才開始空運 結果呢 18日 西郊機場就遭到炮擊 最終只有空運 七十四十 五十八旅 一七二團的七個點 意思就是說 準備原濟南的這個八十三世被調走了 對 沒有放在徐州機場的附近準備著 不是郭乳貴下的這個指導期喔 而且 這還呼應了 顧助統很含蓄的說 空運整八十三世 因故未果 這句話的由來 沒有錯啊 所以根據郭乳貴他的說法 蔣介石他計劃空運七十四十的時候 也同時命令徐州繳總派大軍 經過魯西南向沿州 濟南進發 所以17日的時候 顧助統那時候特別約見了 杜玉敏 要他們18日回到徐州指導作戰 接下來徐州繳總是採取什麼樣的動作 徐州繳總是在22日 急調第二兵團向北移動 黃柏濤第七兵團由新安鎮 向徐州移動 再從魯西南朝沿州出發 不過呢 竟然在9月24日就丟了 所以這些部隊還沒有進入到魯西 就撤回來 蔣介石在日記中 罵了顧助統 劉智 杜玉敏 老譚剛剛說了顧助統的部分 我們就按照順序 那徐州繳總司令劉智 跟副司令杜玉敏 這兩位被提到前方將領 為什麼會被罵 要說劉智之前 我們要先說杜玉敏的部分 會比較好了解那個時候的局勢 也比較能夠清楚 他們是怎麼想的 杜玉敏呢 在他的淮海戰役始末的 這篇文章裡面有特別提到 因為連年打敗 軍事局勢呢 越來越惡劣 他在1948年的春天呢 向蔣介石建議 集中強大的機動兵團 來吸引解放軍攻擊 其中某一個據點 讓他們久攻不下 等到攻擊遁挫的時候 出動機動兵團進行決戰 如果國軍已經整補完成 而對方還沒有發動攻勢 我們也要爭取主動 發起攻勢 尋求能夠把解放軍的一部分 擊破 才有機會挽回退勢 1948年的下半年呢 蔣介石決定採用這個作戰反正 只有守河南鄭州 蘇北的徐州 還有山東的濟南 加強這三個地方的攻勢 獨立固守 徐州附近的其他的城市 隨時都可以放棄 集中所有可以使用的力量 準備要跟解放軍進行決戰 這就屬於我們之前有提到說 中興開花的概念 老談前面有說過 徐州方面以杜玉銘 李銘兩個兵團監視華野的主力 隨時待命 至於黃百刀兵團 是用來對付蘇北一帶的華野部隊 最重要的是 蔣介石也認可了這個方案 所以杜玉銘這個方案 在獲得蔣介石認可後 郭魯貴那個時候也去 禁跟環耀武宣打 我們從郭魯貴的回憶裡面 也可以看得到蔣介石是同意征兵 可是他又要把濟南的環線收縮 不要搞得那麼的大 所以在他的心中 應該也不想要派出一個 整鞭師到那個地方去 因為這個蔣介石 他才是最終拍板的那個人 對 對杜玉銘來講 他的策略其實很簡單 就是只有徐州 濟南還有鄭州 這是一個三角形 如果要吸引解放軍攻擊 其中某一個據點 讓他們久攻不下 其實我們在看杜玉銘他的文字敘述 我覺得久攻不下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也關係到為什麼他不願意 立刻出兵研究技能 我們大會來講 要讓解放軍久攻不下 等到攻擊盾挫的時候 才出動機動兵團進行決戰 所以我們看地圖 這個機動兵團 或具有戰鬥力的野戰軍 他因為需要補給 離不開江南的補給 一定是以徐州為主 不可能擺戰已經變成孤城的濟南 顧祝彤在9月1日也下令 先給七十三師增補一個旅 這樣子看的話 不能說他們是不對的 只是說 華野9月中期要開始打濟南的時候 我們剛有提到 調動的部隊其實都不在 應該要支援的這個機場附近 所以陸一明講 1948年的9月底 在徐州附近的國軍 雖然已經整補完畢 濟南的守軍卻被解放軍全部維艱 可以說 蔣介石的重點防禦計劃已經被擊破 難怪蔣介石會說 援軍沒有及時的空運過去 濟南丟了 是被潛艦的前方將領給害了 對我們還是得講 這不能說完全的是潛艦 因為在1947年2月 來武戰役 國軍損失5萬人 那個時候 完藥武就已經建議蔣介石放棄濟南 到了1948年5月的違憲戰役 一年多的時間 他又損失了十幾萬的兵力 雖然說不是完全都是完藥武的責任 可是他已經知道兵力不足 又過於分散 容易被擊破 所以盡量希望能夠收縮兵力 把濟南城內剩下的十多萬的守軍難測 所以他去了南京建的老蔣 結果被老蔣說你的格局不夠 不過我們從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 范棄濟南保存兵力 或許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因為美軍那個時候也是這樣子認為 怎麼說美軍也是這樣看 因為在王藥武提出放棄濟南的時候 駐南京的美軍顧問團的團長巴大維 他那個時候也像蔣介石還有參謀總部 提出烈士的建議 巴大維他是認為國軍只靠單純的防禦 無法對付共軍 濟南還有徐州的聯絡 因為沿州丟了兩個點之間已經斷絕 雖然說國軍在這邊還有強大的力量 可是共軍的主力在開封東南的河南平原 要打濟南或打徐州其實對他們而言是 二擇一都有可能 那現在要把濟南的軍隊撤出 做法應該是從徐州向北 還有從濟南向南進行對勁攻勢 就能夠從開濟南到徐州的走廊 把軍隊給撤出來 我們用事後諸葛的方式 連美軍顧問團團長的巴大維都這樣認為 好像是一個比較妥當的選擇 等於說蔣介石他不接受王藥武建議 美軍顧問團的建議 他也沒有聽進去 對 所以我們說如果有疑美論的話 蔣介石那個時候應該是 聽沒有疑美論 好 我們不討論這樣 巴大維他還講 9月14日雖然居然被包圍 國防部的第三廳說會空運一個師到進 他對這個計劃強烈的反對 因為這座城市已經失憲了 現在空運等於讓國軍多損失一個師而已 他用強烈反對 老美就是這麼簡單粗暴直接講出來 巴大維他還說有一個師已經由青島空運過去 其實是一個女他還建議國府 與其在空運軍隊寧可把濟南的守軍空運出來 我是不知道巴大維他的建議到底有影響多大 可是我是相信 杜玉明他一定有類似的想法 所以在此時此刻 如果空運部隊到濟南 絕對就等於是送人頭 所以對空運這件事 他一直都不很積極 美軍顧問團反對 杜玉明他也不積極 我們知道後來還是有啟動空運 是發生什麼事情 在王耀武他的回憶錄裡面說 1948年的8月 南軍統統統部根據得到的情報 得知華野的主力北調 研判有攻打濟南的企圖 為了要收入濟南 統統統部下達了指示 加強守備力量 確保濟南 控制強有力的預備隊 採取機動的防禦 加大圍攻濟南共軍的三網 削弱他們的力量 然後再配合進角的兵團 共同打敗共軍 同時還命令 徐州角總的副總司令杜玉明 指揮 黃百濤 邱青泉 李明這三個兵團 南京統統統部的建議 幾乎就等於是杜玉明的建議 沒有錯 先讓共軍久攻不下 發兵援助 難怪杜玉明會說1948年下半年 蔣介石是決定採取 他這樣的作戰方針 所以杜玉明他奉旨是 飛到濟南跟王耀武開會 王耀武就稱其說 要守住濟南 必須要控制整編第七十四師 或者是整編八十三師 或者他沒有把握可以九首 可是杜玉明卻強硬的回答說 只要加強攻勢 不增加兵力 濟南一樣可以守 如果守不住再增加部隊也守不住 所以 我不同意增加部隊 如果真的打起來 只要你們能夠守15天 我指揮的部隊一定可以到達濟南 解你們的圍 我不同意再增加部隊 等於是蔣介石日記裡面 痛罵讓濟南丟掉的這三個戰犯 最大咖的竟然是杜玉明 這樣看來呢 王耀武對杜玉明的態度一定非常非常不爽 對 所以他說增援部隊要過來一定會遭到阻擊 我看15天絕對到不了境 所以還是必須要增加反守部隊 如果再掉一個屍 守個20天也沒有問題 或者竟然守不住 到時候增援部隊來再多也是無濟一事 雙方糾結的過程已經變成 雞生蛋 誕生雞的問題 有一點這樣子的味道 最後的演變是 王耀武他直接跳過了杜玉明 堅潔的要求蔣介石增兵 蔣介石最後在8月27日 分別拍電報給劉志還有王耀武 通知整兵第83師周知道的部隊 立刻集結在徐州機場附近 9月1日開始空運 10天內全部完成 王耀武知道以後很高興 認為多守個20天沒問題 可是卻被劉志給刻意的拖延了 我們這邊也附帶的議題 蔣介石在8月27日決定 要空運整83師 這個就是美軍顧問團 團長巴大偉他說的 9月14日濟南被包圍了 國軍還要空運一個師 他強烈反對的由來 原來空運援軍到濟南 中間有這麼多的妹妹咖咖 蔣介石日濟點名了三個戰犯 現在看起來變成劉志了 因為徐州角總副司令 杜玉銘反對再派兵了 可是呢 老蔣指示他名義上的長官劉志 你要配合空運整83師 劉志這個時候為什麼反對 王耀武的說法是 劉志唯恐整83師 調到的技能 會減少徐州這一代的兵力 對他不利 所以先藉口要空運彈藥 通訓器材等等 再向蔣介石要求 暫緩運送83師 也獲得了蔣介石的同意 所以整個空運就停擺了 因此實際最後只有空運83師 19旅 這空運的相關過程 我們在之前 74師最後高光 還有兄弟部隊這邊都有提到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過去看看 那我也蠻好奇的 劉志到底是怎麼想 真的是如同王耀武說 怕抽走一個師 會危及徐州安全 老實說這是一個有點小複雜的問題 我這一集沒有時間細長 那只能用現有的資料 根據劉志公子他出版的高級傳令兵 劉志的日記在7月10號有提到 玉東大姐我不損失 就是國軍損失太大 得不殘失 而且華野已經分串 可是戰鬥力並沒有完全的消失 山東中部江蘇北部的共軍 比之前更加強大 過了一個星期 劉志又說 沿州丟失 山東共軍的勢力更強 而且還可以從魯西重新進入到防範區 時代是可惜 劉志的日記說到 山東蘇北的共軍比之前更加壯大了 美軍顧問團團長巴大維也說 共軍主力在開封東南的河南平原一帶 要打濟南打徐州都是有可能的 兩者的看法其實是不謀的 我們看地圖就知道 徐州位在江蘇的西北部 僅靠著魯東南還有河南東部 什麼安徽大陸這邊的資料說 那個時候解放軍為了要打進 還派出了一些不是說特別大的部隊 還有游擊隊什麼的 就靠近徐州藉此來迷惑國軍 所以這是要干擾國軍的判斷嗎 還是真的有其他的戰略意義 的確是干擾國軍的判斷 台灣早年有一本書叫做 徐州八線抗戰剿匪紀要 蠻厚的一本 這本是在講徐州附近8個縣市 什麼沛縣 封縣等等 裡面有提到就是防控區會 站在1948年7月結束 它裡面的用詞是 共軍立刻想要佔據徐州 策略是肅清徐州的外圍 8月多的時候 華野大概有2萬多人 從宿縣而來攻擊追寧縣的縣城 這裡算是徐州地區 最後並沒有成功 既然還有這一段 沒想到劉志其實也沒有特別虛報敵情 徐州這裡算是四省交界處 前面一開始也有提到說 國軍的規劃是用兩個兵團 監視華野主力 黃百套兵團是用來對付 蘇北一帶的華野2、11、12眾隊的襲擊 用大思想的方式實行維艱戰 是不是也跟劉志的這個判斷有關係 的確是有關係 因為蘇北這一帶也是國共爭奪的焦點 我們之後會講 比如說像是佔領府的七十四軍 反正很多的名將在這裡 跟新四軍或之後的華野打過 很多名將都在這邊打過 聽起來就是很有故事的 我們這一集提到 比如說像是被蔣介石點名的顧鑄筒 他就是江蘇聯水人 聯水是蘇北的重鎮 湛丁府的七十四軍 那個時候也曾經在這邊 兩渡跟華野較量過 而且戰鬥其實是非常的慘烈 老譚又默默繞回到 當時國軍的參謀總長顧鑄筒 是因為我們這一集的時間快到了嗎 我們是有始有終的 那既然我們繞回來了 老譚開始有提到郭乳貴的回憶錄 他是用誰知整八三師 被徐州角總派到山東京鄉魚台這一帶 所以蔣介石只好臨時改運七十四師 把在徐州附近封線的七十四師 趕緊叫回徐州 這又是怎麼回事 主要是國軍在環環區會戰損失的 歐洲年兵團 徐州以西防務空虛 所以在1948年的7月10日 徐州角總命令 整編七十四師一駐山丘 淡山這一帶 淡山也就是徐州八線之一 法規在邱青泉的第二兵團 由邱青泉來指揮 我們請了後製小妹妹做了一張地圖 看地圖就知道 封線是在徐州的西北部 它的北邊跟京鄉縣 魚台這些都是接染的 總之國共在這個地方 殘斗很久 包括之前還發生過京鄉魚台之戰 我們有機會也可能會講 所以劉智那個時候 會擔心整八十三師從這個地方抽走 其實也是有他的道理 我們知道這個封線 在2022年一整年非常的有名 如果不是這樣其實我們還不知道說 國共在這邊其實也有過一段的糾纏 主要是在京鄉魚台那邊最多 總之在故祝同劉智 杜玉明他們都各有各的考慮之下 劉智是與徐州地區為優先 那杜玉明是反對繼續的送人頭 大家都各有盤算 到了9月19日 邱青泉第二兵團 後面池圓 那有徐州的淡山這個地方出發 可是又遇到了秋雨綿綿 根據說法是因為道路泥泞 直中車輛沒辦法走得快 華野的八重又沿途阻擊 等於說第二兵團一天只有前進十幾公里 到了9月26日 到達了潮縣以北 就截獲了徐州交總的通知 竟然確定丟了 因此第二兵團迅速撤回到山丘 我們知道竟然到徐州 大概有300公里的路程照他的正常行軍速度 大概可以走上20公里一天 如果沿途又有一些共軍的阻擊 難怪王耀武說15天你肯定到不了 所以我們看這一段 其實大家都知道竟然守不住 救援也顯得不太必要 圍城裡裡外外的人 其實大家都心裡明白 包括王耀武 更何況他又是一個聰明人 所以在24日上午11點 他看到局勢已經絕望了 就從大明湖北極格這一帶 通過了地道出去 要離開之前 他打電話給第二歲區的參謀長羅欣里 他說情勢困難 各自尊重 羅欣里在他的回憶文裡面有提到 他從電話裡面聽到王耀武的語氣 心裡估計可能是逃走或躲藏 此時此刻的他心裡也很矛盾 既怕死又挨面子 他是在神虎大樓地下室 他最後就跟現場的一些文職人員講說 能逃就逃又分別打電話給守城的 比如說像曹振多這些師長說 王先生已經走了 你們各自想辦法吧 最後他拿出了許多的罐頭食品 叫生盤的一些人一起吃 在場的人都愁眉苦點 一片末日景象 聽起來這個心裡已經崩潰到了極點 也蠻荒謬的 其實荒謬也不是只有在濟南城內 也包括了整個空運決策的過程 總結來說呢 整個濟南戰役 在國軍的戰場態勢就是 我要的你不給 給我的又不多 要顧守待員呢 守得兵力也不足夠 還有援軍都在路上 但也僅止於在路上 至於高層的檢討呢 老談花了一集的時間做整理 希望好朋友們 大家也可以來多多留言 分享大家的看法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談兵讀新聞與歷史的匯流處 軍事是故事的主戰場 只取一瓢影 結合軍事歷史跟人文的節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給我們觀看之外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們交流 也能使用Podcast收聽哦 歡迎聽眾呢 能夠到ApplePodcast上面 給我們留言跟五顆星的評價 再次謝謝老談 謝謝大家 我們下周見囉 拜拜 拜拜